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宇 那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 一樣是咖啡豆 就是我上一支影片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咖啡分解室 那這一次是因為我自己上一次在做這個濾杯 所以就有認識到他們 那前一陣子有去他們宜蘭那邊的工作室 那就帶了這包豆子 肯亞的鳳凰 那我在現場也喝了 他很神奇的他的茶感 有一種淡淡的抹茶味 我自己的形容是海苔跟茶感的結合 就會有一點抹茶的感覺 那鳳凰序書上面寫水果軟糖蔗糖 那我們可以大家近距拍一下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掃這個QR Code 咖啡分解室 那他是一個宜蘭社區大學在教咖啡 開咖啡課的老師 所以他們的豆子也非常有水準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喝看看這個鳳凰 那他是4月9號烘焙 現在22號 23號 今天22號還有23號 今天22號 22號 養的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 那我們今天20克 那今天我們使用的濾杯是我們自然有的柴燒 柴燒濾杯 就是之前有瑕吃的那顆 好 那我們今天的沖煮方式來 這裡 那我們今天的沖煮方式就是40克的水悶蒸 中心給多一點 往外繞 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會來跟大家介紹這支手沖壺 對Mila的 Mila的賀嘴壺 我覺得還不錯用 而且他的溫度計在上面 蠻好的 他悶蒸一樣30秒 第一段注水 我們從中心 那這一段我們注差不多160左右 我們最後再補兩次50克 這就開大水 整個繞開 有 這樣聞就有那種抹茶香 剛剛吃了飯 現在特別想喝咖啡 好 最後一次50克 其實我現在講這個什麼幾cc啊 然後什麼5050 其實我沒有用乘涼 就大概差不多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差不多啦 OK 那我們的沖煮就完畢了 那我們今天用的杯子呢 是一個 也是宜蘭 今天既然我們要沖宜蘭的豆子 那我們就是用宜蘭的杯子 我們宜蘭的一個陶藝工作室 叫曼火雅峰 他們自己做的手拉配的杯子 那我店裡面也有在賣 那如果說大家喜歡去宜蘭 或者是會去宜蘭玩的話 也可以去體驗他們的陶 陶座的DIY的課程 蠻好玩的 要先預約 要先預約 對 要先預約 老闆年輕 長得又帥 真的 然後那個 坦土橘子風雅 真的 帥哥 目前單身 不要隨便罵人家真友 等一下 這 來 我們小編 我們的拍攝者有話要說 你說什麼 我說不要隨便罵人家真友 人家沒有要幹嘛好嗎 這種東西就這樣 緣分這種東西就是 如果來了就來了 就跟咖啡一樣 這次沖壞了就是沖壞了 沖的好就是沖的好 對不對 火山 他跟我上一次在 欸 我幹嘛拿著 等一下喔 夾回去 啊 算了我還是拿著 夾不回去 跟我上一次在他們工作室喝到的感覺 幾乎是一樣 它是一點海苔的 那種 那種香氣嗎 然後配上 呃 茶感 所以它的風味非常的接近抹茶 那個 攝影師要不要喝喝看 不要 不要 尾韻它中後段的甜味 帶有一點點水果軟糖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鳳凰 就肯亞的鳳凰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如果大家真的蠻喜歡 看我這樣子喝覺得還不錯 可以到咖啡分解室的Facebook 可以跟他們買豆子 他們也會幫你服務 我正在喝還有沒有什麼不同的一些香氣 那現在是熱的 那 對 攝影師來這邊 可以拍一下這邊的杯子 像這個 這些 每一個杯子 像這個是兩種土的 那我現在在店裡面也都給客人 就是用我們慢火雅峰的做的手拉杯的杯子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宜蘭 那一次可以去到兩個地方 就是咖啡分解室跟慢火雅峰 那我是小宇 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邊 GOOD BYE